樂壇派成績表的大日子 第39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 這日舉行記招 一班歌手包括許廷鏗、鄭俊宏、林奕匡、鄭欣宜、 蓮詩雅、鍾書曼、詠儀、JW、唐梅、鄭西豪等都有出席 有獎項固然開票 Fred、Stephanie和譚嘉儀等都爭著恭喜她 剛剛才知道 那就真是恭喜 那等喝你那一頓吧 因為她舉行了自己第一局的個人演唱會 亦都找回一個異父異母的另一半的孖寶 許廷鏗雖然不知道怎樣做得到 但最厲害的是全香港人都知道 她多了一個稱號 她叫做女神 Joyce 鄭欣宜 你有沒有問過來人 第一年國族的獎項的時候 永遠就Loop著那張照片 或者Loop著那個情景 一定要最正 最硬性的狀態去領獎 是呀 所以我也會請教一下幾位前輩 一會兒 希望他們可以給我一些提示 是 你有沒有信心 今年隨緣 有隨緣 年年都是 我聽年年都這樣說 是呀 至少知道今年都盡力做好音樂 頒獎領獎是一個Party的美 無論她的角色是甚麼都好 都不會影響到她這個正面形象 因為粉絲心目中是一個永恆的紅貓BB Fred 鄭俊隆 應該是否都鬆一口氣 其實今年的成績很好 都算不錯 不過我如果跟佳儀說的話 新人那年不要穿太前衛的東西 因為太前衛的東西 過多幾年就不前衛了 甚麼都你們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一些東西 一個人的永恆 說想儲多一些好作品 盡快可以開處男show 這樣說 你們呢 我自己就未知到這個消息 但如果是真的話 我都會非常之恭喜他 因為這是一個人生的一個很大的轉變 還有多了一個小朋友的話 人都會很開心 所以我替他開心 你有沒有第一時間立即聽說 未知 未呀 我都未知 剛剛才知道 那就真是恭喜你 等 喝你那一頓 我想過乾了 我想過乾了 他